乘级核实,RN9-6900HX和i9-12900HK是各自阵云移动标压CPU的旗舰 不过,目前RN9-6900HX小主机的准系统已经降到不到2000元 而装置i9-12900HK的小主机,带3429内存和1TB SSD的配置的新品也已不到2500元的价格上市了 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装置了英特尔酷睿i9-12900HKCP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GMK吉摩克M3 Plus 目前,千元纵端和2000元的旗舰小主机都被AMD Ryzen CPU所占据 英特尔CPU的小主机几乎没有竞争力,主要原因是太贵了 其实,英特尔CPU的小主机降价到合理期间,还是应该有相当的朋友愿意购买的 大家觉得呢? 吉摩克M3 Plus装置了14核20线程的i9-12900HKCPU 96EU的Iris XE核显,双通道DDR4内存3200MHz 双M.2PCIe 3.0接口,三屏显示输出,2.5G网卡,交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呢 电源线,HDMI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 这块电源是20伏5A,一共100W功率 小主机是塑料材质,镜面顶盖,上面印有厂家的logo 机身接口,前面板,双USB3.2A口,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20伏电源接口,HDMI2.0接口,耳麦接口,2.5G网络接口,双USB3.2A口,USB-C口输出DP显示信号,HDMI2.0接口,一共两组HDMI接口,后部双侧都有通风口 卸下底部四口螺丝 揭开底盖,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底盖应该能安装一个2.5寸的SSD,但我没有看到主办上连线的接口 双DDR4内存,3200MHz 2282的M.2PCIe 3.0的NVM1 SSD 旁边是242的M.2PCIe 4.0接口 SSD下面是WiFi6的无线网卡 很经典的LARC主板布局 BIOS里首页可以设置性能释放 平衡模式是35W,高性能模式是45W 我们选择45W进行测试 这里可以看到高性能模式的P-L1和P-L2都是45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45W 整机功耗72W左右 CPU频率运行在2.8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1小时15分钟内 12900HK功耗一直保持45W 时温24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88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61度 散热情况不错 我们首先使用吉摩克M3PLUS迷离主机的i9-12900HK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3分20秒 共计800秒 这个成绩超过了6900HX 13500H 还有1360P 还不错啊 CPU-Z多线程5772.6 单线程775.9 低于魔方13700H 6900HX 比小米1240P好一点 Gagbench 5多核9485 单核1805 接近Rain 9 6900HX 超过了6850H Gagbench 6多核10745 单核2536 多核成绩和6850H一样 Citybench 223 多核12533 单核1860 和魔方13700H差不多 低于6900HX Citybench 2024 多核753 单核109 多核超过了6900HX PASMARK多线程24306 单线程3991 接近了1360P 和6900HX 超过了13500H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i9 12900HK 45W的性能发挥 没有发挥出12900HK的全部实力 接近1360P 和Rain 9 6900HX 比i5 13500H强一点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021601 CPU得分540894 我们还给这台12900HK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1014338 XX20 543974 Coremark 375073 在Coremark成绩上 它倒是比某些6900HX 还有1360P强一些 超过了13500H 很多 接着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130帧左右 原神1080P中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45帧左右 这就是96EU的Iris X1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60Hz 8bit RGB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 2.0标准 Type-C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格式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Type-C接口能够支持4K160Hz的8W RGB非压缩型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连接HDMI线输出 小主机能够输出4K60Hz 8W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 英特尔Iris X1 96EU的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原厂NVMe硬盘测试 3500Mbps达到了PCIe 3.0X4的最好水平 WiFi测试 Realtake 8852B1 Wi-Fi6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多兆P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 英特尔I226-V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吉摩克M3 Plus 装置了14核20线程的i9-12900HK CPU 4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75W 待机最高功耗才11.7W 按这个结果 100W的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3度 SSD待机温度41度 这台小主机 CPU满载的时候 寄生噪音是51分贝 受惠在耳边是43分贝 吉摩克M3 Plus 准系统已经跌入了1000多的价位段 对于喜欢英特尔CPU的小主机的朋友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而缺点吗 单2.5G算一个 但不是主要的 我觉得12900HK 这块CPU还是太强了 45W的功耗释放 没有给它什么压力 应该起码能给到54W 最好65W的性能释放 才能充分发挥这块CPU的真正实力 总结一下 45W的功耗释放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接口配置一般 但价格是王道 作为最便宜的英特尔旗舰CPU的小主机 喜欢英特尔CPU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